刚聊天室的Happy Moon说 八头八的好 真的要看好小朋友 不要让他们酿成意外 到时候就没有办法收拾了 只是接下来跟大家聊聊的是 气宝 你觉得在北市撒卡都里面 谁最有机会被气宝呢 参选人陈时中 他在专访的时候就认为说 气宝这个关键字 会是台北市选战的重点 对此黄珊珊就回呛说 难道国民党以及民进党 两党都只剩下气宝的战略吗 一边说投给黄珊珊 就是投给陈时中 但另外一边又说 投给黄珊珊 就是投给了蒋万安 所以黄珊珊他自己下了一个结论 倒不如你们都把票投给我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说 20到29岁的年轻族群支持度 陈时中居然是落后黄珊珊的 这也让绿营极乐 怕年轻选票被抢走 所以呢 靳总的发言人庄瑞胸 他就强调说 黄珊珊绝对不是小英女孩 一早出席抽奖活动 黄珊珊再度来到 淮南市场和自治会长 林盛东寒暄 熟门熟路仿佛主场一般 不过却被议员批评 行政部中立 说希望就是候选人不要进行上官选举活动 我没有进行选举活动 你有看到我进行选举活动 我来看我的老朋友 就是因为市场外贴满行政中立的警语 谢绝候选人竞选造势 但向来不选边站的林盛东 罕见帮黄珊珊讲话 被质疑环南市场独厚 黄珊珊毕竟北市选战战况激烈 除了蒋万安 陈时中黄珊珊以外 台北市一共有12名参选人 创下最多人登记参选记录 而台北市选民最关注的 有57.5%是参选人的实证破例 56.9%是证件内容 第三则是参选理念 45.5% 也难怪陈时中在专访中 认为气宝是选战关键 喊话不如把票都给我 黄珊珊语出惊人 在长召议题上 更是左打陈时中又提蒋万安 一位的发钱 没有任何的裁员 就是违反财政纪律 那另外有关中央的部分 陈时中是卫福部部长 是长召政策的主管机关 很多事情他可以早就做了 那现在再讲一些五四三 他当然应该被究责 反观陈时中被批评 近期评出怪招 却弄巧成拙是急了吗 前立委郭正亮分析 二十到二十九岁的年轻 族群知识度 陈时中竟然落后黄珊珊 就怕绿营年轻选票被抢走 镜总发言人庄瑞熊 还特别强调 黄珊珊不是小婴女孩 小婴女孩不是黄珊珊 不要刻意把人家抹绿了 所以这已经不是 哪一个名义代表在讲说 哎呀什么不要抹绿 或者是要不要抹绿 而是绿营的选民 看不下陈时中转投黄珊珊 绿营操作蓝白气宝 却忽略年轻绿票 可能被黄珊珊拿下 陈时中想讨好年轻选民 可能要再多下功夫 记者彭宜德 蔡平庸台北常常报道 但针对行政中立这个点 是不是现在有双标的问题产生呢 因为在昨天 黄珊珊是跟环南市场自治会长 林盛东他们一起逛市场 林盛东也说黄珊珊 没有在造势啦 是回娘家 他们还跟民众上台合影 但是呢 陈时中之前就因为场馆 要求行政中立 没有办法跟台湾飞人陈信安 打篮球 被质疑说 现在连行政中立都有双标吗 陈时中受访的时候 要求台北市政府 应该要丙东处理 规则定清楚 让基层能够遵守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说啊 黄珊珊现在已经不是副市长了 到底哪个地方行政部中立 甚至还反问现场的记者们 那你觉得民进党行政中立吗 副长早上那个黄珊珊 那个被林盛东早去逛 那个黄南市场 但是他没有邀部长 也没有邀长 那现在黄南市场 还禁止候选人的政党活动 但黄珊珊还是依然的去败票 会不会觉得之前自己去打篮球 却被阻挡是大小眼 我想 第一我在强调 像这一类的活动里面 我们当然希望市府的高层 要秉公处理 那至于在基层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为难之处 我们不想为难基层的人 所以在讲 我是呼吁说市府在定的规则 更清楚让基层可以疑寻 我实际上有这样说黄珊珊的行政中收入 因为他去了市场败调 所以应该是在里面的 黄珊珊到底就没有在当副市长 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行政不中立 哪个地方行政不中立 我跟你说 所以人家说 柯文哲你都在骂民进党 你觉得民进党行政中立吗 你什么呢 你一直在点头 你的支离员你能告诉我们一切的 谢谢 柯文哲最近炮火猛攻 从疫苗到高端事件 执政党是吃相难看吗 柯文哲讽刺说 陈时中在立法院被民众党骂到 走投无路 还点名苏贞昌被定到头顶发了 常骂蔡政府压坝 柯文哲再度活力全开 嘲讽苏贞昌痛骂陈时中 高峰案一个就不只是陈时中 连个苏光头的苏光头的定 头头更紧的 紧紧紧紧紧的 他就是有骂 把陈时中定得早头没落 柯文哲豁出去大骂苏贞昌说 从疫苗事件就知道民进党 吃相实在太难看 你会觉得民进党很清廉 疫苗价格都不敢公布了 人家说他们为什么不公布 我说一定是比较贵 比较便宜他就公布了 他为什么高端 那个新疆试验报告不敢公布 有效就公布了 人家说不是整网旁语 整网旁语 柯文哲炮轰 蔡英文只会狂举反核和反中神主牌 但执政成效很不堪 到现在核四已经花了3000亿 一度电到现在都没有花 天哪 钱跑去哪里 防疫8400亿 结果我们台湾 送的疫苗比买的疫苗还多 如果美国送我们就算了 还有包括那个什么 斯多花克立陶宛 那名字就叫不出来 台湾在世界上也不是说 穷到变乞丐 前连店董事长曹新成 从力退同意 到要培养抗中神射手 还骂柯文哲 不该拒签台独派的不投降书 柯文哲回呛他 像这种 骂曹新成讨厌 调侃苏贞昌是光头 柯文哲对执政者的熊熊怒火 藏都藏不住 民进党8号召开中评会 包含像是前立委郑宝新 总共有26名为继 或托党参选的直辖市议员 被开除了党籍 郑运鹏受访的时候就说 党籍是非常严谨的 选民朋友也会判断 参选人有没有符合政党价值 而对于张善政的研究案 抄袭争议 不敢跟市民做完整的说明 代表他没有把握 但张善政就回籍说 会在关键时刻召开记者会说明 所以这个提名的党籍 是非常严谨的 那我相信在党籍之外 选民也会判断说 每一位候选人 他是不是符合这个政党 在这个理念价值 可能有些人对于党籍 他不是很在意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从党主席 到每一个我们党公职人员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 就是可以代表所有的民进党 所有的光谱跟所有的选民 那我相信选民会有他的判断 选民会有他的选择 我判断张善政院长 他经过两个礼拜 他不会不知道 他这个当时他在担任 弘基副总担任 这个五千七百三十六案 巨额研究案的研究内容 那我认为过了两个礼拜 宁愿跟律师开会拍照 那说是别人的阴谋 而不愿意公开把这些 已经都公开的资料 然后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告诉媒体 告诉市民 那告诉所有的国人 那我认为是他对这个案子 自己已经没有把握了 我们不是没办法还手 我们觉得他在挤牙膏的方式 像今天这种场合 跟大家说明一些 大家想要知道的事情 我觉得这管道是畅通可以用的 那么什么时候开记者会 会在这关键的时候来开记者会 这个跟持独董不持独董 是两回事 我觉得他们就是 看到我身上有什么 就要把它抹黑 或者把它弄掉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